再来给各位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我要讲比较久 192月 192月呢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观念 我不晓得你们教学原理 有没有讲过 或者是其他的课 反正不管 我们这里要好好讲就对了 你们如果念气管的书 气管的书 大概疼人会听到什么叫know how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know how 你们不太去读气管的书 因为那是有的是唱歌书 好 我们看192月 这里有两个概念 192月的2 知识的转换与教学 然后呢 第一行分析哲学者 Gilbert Ryle 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最早提出 事实之之与技能之之 好 这里要给各位两个概念 know how跟know lot know how跟know lot 这个要从英文来分析 因为英语里面 当我们说知道什么事情 加一个子句 lots开始就是一个子句嘛 而既然是一个子句的话 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事实 知道某一个事实的知识 这个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就是说当我们知道know后面加一个laz的话 是知道某一个事实 但是know how to do 知道怎么去做 再隐身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技能 技能 所以课本上一个叫技能之之 一个叫事实之之 我想如果你们读那个 你们写教案啊 如果是行为目标大概就知道 行为目标不是有认知情意跟技能 而认知跟技能之间有对应关系 认知是能够说出能够怎么样 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原理原则 但是我想Ryle提出来这两个概念 最主要就是说 在西方过度组治主义 组治主义知道吗 这个都是一大堆啊 intellectualism 简单讲啦就是说 组治主义就是西方社会 所谓劳心跟什么 劳力 对不对 每个社会劳心跟劳力 那各位知道他们的贵族阶级 显然都是什么 劳心 贵族阶级是劳心 所以呢他们认为知识啊 知识本身有它的优越性 知识本身有它的优越性 各位如果看它的博雅课程的内容 也都是强调知识 所以Ryle提出这两个概念呢 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从事教育者知道 knowledge跟knowhow是不等 他们是不等的 但是在以往组治主义的情况下 都会以为knowledge就会等于knowhow 我还是不先把这两个做七格啊 简单举一个例子 他在他的研究啊 因为这篇文章我读了很熟 他说啊 你如果把克劳赛维茲的这个战争论 把它都背首的话 等不等于你会打仗 就等于中文啊 你把孙子兵法都背得很熟 那会代表是不是能不能等同说你会打仗 不等嘛 对不对 那你们最近在实习 你把教学原理都读得很熟 等不等同你会教书了 或者教得很好 不等嘛 比如说你看食谱 把食谱背起来等不等于你会煮菜 至少我看食谱都看不懂 我太太看食谱就会做 我看她做我就会做 可是叫我看食谱我就不会 什么酱油少许 什么什么少许 我都不知道少许是多少 然后汤匙 因为汤匙现在尺寸一大堆 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国外去教书 要去读书的话 记得啊 国外的饮食不像我们台湾这么方便 到校外就可以吃 根本呢都是要自己买 而且很贵 所以啊我们当时在留学生 我们来帮忙制作食谱 教他们 因为我发现啊 年轻人呢大概只会做两道菜 一道呢蛋炒饭 一道呢饭炒蛋 好我们看啊 就是说看食谱跟会做菜是两回事 然后呢这个看孙子兵华 把孙子兵华背起来跟你会打仗是两回事 所以这就代表两个不同的层次 know how 跟know how是实作 如果要更明确讲的话 know how是实作 knowing large呢只是把那个你要实作的时候的原理原则背起来 这个原则我印象深刻 我们去当预官的时候我还记得 每次要攻三头 还要叫我们背哦 这行为主义啊 要我们背什么背什么你知道吗 呃提枪快跑前进 啊然后呢这个障碍物权 迅速握倒举枪啊瞄准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在做的时候一边背一边念的时候 恐怕会搞乱啊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怎么做 所以这个说这个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他意思就是说 你背这些老 背老半天恐怕会隐碍实作 这两个是不等的 但是就是说在主制主义的情况下呢 过度强调了什么 know how 也就是说传统教育上呢 过度强调背这些东西 但是呢对实作 啊没有 简单讲啊 比如说各位学英文就好了 你看吧 我们英文背了一大堆文化 背了一大堆单字 可是我们实际会不会讲 不太会讲 不会用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念 这两个关系很矛盾 我大概说一下 know how有时候可以帮助实作 有时候会妨碍实作 就这样而已 know how就是说 我们学英文文化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能够应用这个原则 来实际讲话 可是当你会讲英文的时候 你会去想文化吗 不太会嘛 就像说各位都没有学过中文的文化 但是我们都会讲 所以就说knowledge 那只是一个辅助的 但是这个辅助的东西 有时候反而会变成障碍 如果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一边想文化的话 搞不好 搞不好呢反而会障碍 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呢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的麻烦 就是说有时候它有帮助 有时候反而是妨碍 但是就是说在分析哲学 Ryle这里提出来的这一个分析 就是说让我们知道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两个不同的层次 事实上我在另外一篇九年一贯课程里面 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以往的课程是学科中心 每次课程改革啊 就是国文几节 数学几节在那边 大家抢来抢去 那至少九年一贯课程呢 我认为它有可取的地方 就是说它要学生带得走的能力 至少基本能力要学生带得走的能力 那就会比它像是know how 如果我们用 用这两个层次来解释 九年一贯课程跟以往课程的不同的话 这个文章我回去挂了top learn 你们再去看 就是说以往的课程呢 过度强调知识中心 以为我们学会的知识就会做 因为我们的考试都只能执笔测验嘛 那执笔测验当然只能够考那个knowing lot 就知识的地方 但是呢至少九年一贯课程 它的如果有比较进一步的话 就是说它能够强调学生带得走的能力 所谓学生带得走的能力 就是要到know how 因为knowing lot不等于know how know how的话才应该是我们最后的 最后想要验收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你读了英文文化 背了滚瓜烂熟 然后我看那个广播上 还有教你如何发音 这个ABCDE的E 接母音念什么 接子音念什么 把那些原则都背起来之后 恐怕你还是不会念书 对不对 因为那些是原则 那些原则不等于不等于实作 它可能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 但是也可能怎么样 妨碍 也可能是妨碍 所以就是说 这两者的关系呢 非常的tricky 就是说非常的麻烦 各位 这样的解释有没有听到 know how 至少你要知道 know how是实作 所以在企业管理 他们常常很强调know how 你要坐出来给我看 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由于这个主治主义的关系 以往都过度强调知识的获得 这样获得知识 因为劳心劳力的一个区隔 反正是有知识的人才叫做盖格胸 是不是 那不用去当黑手啊 但是呢 就是说今天很多的能力 很多的能力是要能够实作的 要实作就要实习 所以你们的教育实习啊 这是一定要的 就是说你没有到实际上 就像教书啊 你要到讲台来讲 学问在人身上 你一定要有办法应用 所以know how跟know how呢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这样有没有问题 事实上他还有更进一步的就是说 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行为 可能知道know how 而没有know how 简单讲他举的例子 比如说莎士比亚那些艺术家 他们会创造很多伟大的艺术作品 可是你问他 你后面的原理原则是什么 他不知道 对不对 就是说今天很多艺术创作 或者一些既有那个 非常有创意的人呢 他会创造出很多东西来 但是你要去归纳他背后的原理原则 可能找不到 因为当然他只是个人的知觉 所以就是说knowing lot跟knowing how 不等 他们不等同 但是他强调了就是说 以前的教育过度强调know that 那我们应该要往knowing how know how这个方面呢 要怎么样 来加强 我想让各位知道 他在教育上的一个意义啊 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ok 有没有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这张就算差不多了 因为这张就算解决了 不过各位还是把这两句话记起来 整个教育分析哲学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 他强调的重点就是what do you mean 根本的问题不是在说法 如果像刚刚的knowing lot knowing how 根本的问题是你如何去做实做的问题 ok 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本书讲完 我们还要补充道德理论 还要补充很多 所以我必须按照这个进度来 考试啊是先考到存在主义就好 考到存在主义应该是我们录的第五周了 只考到第五周 我想说第一次不要考太多 后面还有批判跟后现代要讲很久 看一下没有的话我们要进入第七章 不过我们下礼拜照常上课 下礼拜没有考试 因为批券批判一起我们就不考 让你们有比较多时间去准备